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有钱不买收音机,就听二手吹牛逼 接着咱又户外,户来了 今天上回给大家说 上回说的那个,我跟我二叔 小翠儿呢,就是坐飞机回北京嘛 然后刚下飞机,然后二叔本来是有事 但是小翠儿呢,又在那个日上免费店 要看点什么护物品,化妆品的玩意儿 二叔呢,又陪他看上了 我就说我先回家了 跟他们打了手照顾 到了家呢,刚往床上一躺 我大哥,黄哥给我打电话来了 黄哥是我最大客户 老从我这买东西,照顾我生意 我不敢得呗 那大哥一打电话,就是 哎,孙子,你俩跟哪儿呢 我说大哥,我跟家呢 我说我他妈给你呀,办那个 办那商务签是让你呀呢 平时上这当导游来的 我说怎么的大哥 那个,怎么的 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你带着人一块玩呢 你是不是又给人洗马来的呀 收人多少钱 我说没有,我说就是朋友 带着一块玩 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说我这刚从马哥到家 他说 他说你现在过了一趟 我说大哥你在哪儿呢 费什么话呀 他说我在马哥呢 当时我说大哥 我说我这刚到家 浑身在那儿累着呢 刚下飞机 我刚躺回来说躺回来大哥 那大哥说 我现在说话不好使是吧 我昨天晚上 跟那儿一宿 输了一千多个 你知道吗 我说大哥我不知道 你赶紧过来啊 聊电话了 那大哥说让我去 我就得去啊 那当时,哎呦,真的身上挺累的 主要是坐飞机 一下坐三个多小时 是吧 那挺累的 等于刚从飞机上到家 没多久 就又要往飞机上颠 那我就去呗 之后又喀喀 又直接又飞到马哥去了 找我大哥去了 我大哥呢 看见我了 就跟我说 孙子你家还认识我呀 你还知道来呀 我说大哥 我这不过来了吗 我说怎么着大哥 大哥 这两天 大哥说这两天手费啊 黑了一千多个了啊 我说那那怎么着 我说一会儿 我还去听你啊 我和我大哥 就是大哥的老板 我大哥老板 就是大哥大哥一块那个什么 一块那个 要战斗啊 你去给别人看着点啊 有什么 你觉得好的路子啊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啊 能赚米的这个啊 机会啊 你也帮着指点指点 我说行大哥 完了呢 我就去了啊 跟着进那个厅里边吧 进厅里边之前呀 我就想好了啊 都黑了一千多个了啊 这东西他心态已经崩了 不正常了呀 我再给他指点啊 这万一黑了名 那点气那点火 那全得撒我脑子上 我可不说 然后呢 大哥呢 就时不时呢 就问问我 然后呢 大哥老板呢 大哥老板呢 就是大哥大哥呢 也那什么 也说 小兄弟你来来来 你看一看 这个咱们怎么玩啊 对吧 大哥的大哥呢 就是大哥大 以后咱就管他叫大哥大 老说大哥大哥也绕嘴 就是成功啊 大哥大就过来了 又说怎么玩啊 小兄弟 你帮我看一下 我说大哥 这个 哎呦 我觉得这口啊 推这红那儿 有戏 但是推蓝那儿呢 也看着还行 反正我说那话呀 永远是那种磨棱两可的 啊 我不敢一下说 你就推红你就推蓝 那真黑了名我受不了 啊 人家到时候人家迁怒于我 我受不了 呃 然后这一晚上呢 呃 我也没出过准主意 啊 后来我黄哥呢 就是我大哥呢 就说行行行行 叫你来也是白来啊 啊 你那么着吧 啊 二手啊 你你去给我熟一块手表去 我说熟什么手表大哥 我说那个前两天啊 那个就这就就这两天大哥大呀 在这边也黑了点米啊 大哥大呢 有一块那个米茶德里米茶德 那个啊 有一块米茶德 要什么乐 哎呦 我这脑子都不行了 李茶德米勒 李茶德米勒 啊 去压在当铺了 啊 让我呢 去给他熟去 啊 我说大哥行 我说大哥多少钱啊 他说当时当了70个W 啊 然后我说那行大哥 那那你你钱给我 大哥说你先垫上吧 啊 我们那正战斗呢 没钱 一会儿到时候红的米给你 我说行了大哥 我说大哥 这个这个表他公价是多少 啊 我大哥说这块表公价600多个呢 啊 后来呢 我当时我就琢磨啊 这个600多个的表 为什么跟当铺里一当 就给了70个 这个事啊 也是我事后知道的 我问了一个做这个二奢的 就二手奢侈品 这么一朋友 他跟我说是什么呢 说这种越贵的这种表啊 人家收起来越压劲压得越狠啊 你比如说这个米米查德 李查德米勒吧啊 他这个比如说他就600吧啊 600一块 将这种价位的表啊 人家收过来 这种风险挺大 因为不好出 因为一卖的话 人家得卖几百W吧 比如说你公价600 啊 比如比如说你公价600 人卖人家得收过来 人家得卖个三四百 四五百这个价位吧 但是呢 这个价位的表 尤其这个价位的二手表 特别不好出 所以人家收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10% 按照公价的10%到20% 这个价位收 因为人家收回来这个价位的表啊 可能能柜台里摆个一年 半年一年的才能卖出去 他就之间这个时间成本特别高 因为但凡能买得起 几百W一块表的人 人家也不愿意买旧的 所以呢 这个特别贵的这种表啊 他就是对于这种店当行收起来 他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价压得特别低 当时呢 我大哥呢 让我先把钱垫上 把表呢给给赎回来啊 我大哥把当票给我了 我呢 不情愿 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啊 因为你就得去大 替大哥顶包扛雷去啊 我呢 就自个儿跑到当铺啊 跟老板呢 把当票拿出来啊 然后呢 给了人家70W 当时刷卡 把这块理查德米勒呢 算是给赎回来了 赎回来呢 那我就给我大哥打电话啊 我说大哥赎完了啊 然后那个大哥说行 然后那个什么 我们现在啊 收工了啊 这凡时间休息休息 收工了 然后呢 你们一会呢 到餐厅找我们来啊 就告诉我到哪哪哪餐厅 去找他们去 结果呢 我就去了啊 大哥和大哥大呢 都在那儿呢 啊 我拿着表啊 就过去了 我说大哥 数回来了 然后我就把这表呢 哎 给大哥了啊 大哥呢 交给大哥大 啊 然后当时呢 我就眼巴巴的瞅着这个大哥跟大哥大 谁能说句话 把这70W给我 结果呢 这俩人呢 谁谁谁也没提这茬啊 就点菜 我一看这景呢 估计刚才我去数据啊 这个公共口啊 这俩又没少黑 没少黑米啊 他要弄红米了 他多少 他应该给我点 哎呦 这一下我就 你说我怎么说呀 我这个时候我提 我说大哥这个70W 什么时候能给我 也不好啊 你说我不提 我就自个样子 这口气我就自己样子 也觉得委屈的 啊 也觉得憋屈的 然后呢 就跟那吃饭啊 吃饭 呃 那个大哥大呢 就看见我 就问我 说小兄弟啊 你姓什么呀 之前见过几次面 都没记得都没问你 我说我姓刘 我叫刘二手 哦 小兄弟啊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说我就做点小生你 哦 他说我听老黄他说你会看面相测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这个大哥大呀 听说他说呀 听我大哥说我会看面相测字 啊 然后呢 我说没有没有就是说着玩 他说这大哥大又说他说那这样吧 你给我测字怎么样啊 我说大哥我就是瞎说着玩弄不准 那大哥大说呢啊说没事咱就当玩好不好 我说那行吧 我说那行吧 那大哥大说了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这个成功的成字 你给我测测这个字 我心里就想成功的成 咱把这字从中间匹一半 就是成功的成啊 咱从中间匹一半 分成两个字 左边呢是万一万两万那万 右边是一个歌啊 这二分开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万把刀子要要搁你啊 说白了这就叫万劫不复啊 就是当时呢我通过测这个字呢 就是给大哥大测这个字呢 就是当时得出来这个结论 就是大哥大这个今后的命运啊 就是人生走向嘛 就是要万劫不复 但是我不能那么说呀啊 我能这么说吗 我说大哥你看这个成功的成 咱给他匹一半 左边呢是一万两万的万啊 然后右边呢是一个鸽子 对吧 呃我觉得您是最近要走大运 您要一本万利的去收割别人 哎大哥一听挺高兴 哎好小经理你说话我爱听 来大哥给你倒杯酒 大哥跟你喝一杯 咔咔的跟那喝上了啊 就跟那喝上了啊 呃然后呢 我就跟大哥这么着聊天啊 聊就就跟我我大哥和大哥大 我们三人一块有说有笑的聊 等这个气氛呢 哎烘头到挺好的时候呢 我想把那个鼠表那七十万个要过来啊 我就跟大哥大说了 因为那那表中规是大哥大 那我说大哥大那个 刚才您那表我给您数回来了啊 七十个打不了 我说也也不着急啊 这个您啥时候得空再说 哎 那大哥呢大哥大呢就跟我说兄弟啊啊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啊 这么着吧小兄弟 这两天呢我在这边呢手气不太顺啊 这块表呢我买的时候呢六百多个啊 你看他就算他就是说大哥跟我说啊 他这个表啊带了刚一个月就算他九成心啊 他怎么着他也值一半三百个打不了吧 是不是哎 你这样吧小兄弟 你给我三十个打不了啊 就等于你花一百个打不了这表就卖给你了 你看行不行 我当时就觉得那那我我要那么一块表干嘛 当时我觉得也行也不行 你知道吧 一个呢是我在花三十打打不了我自个能带 带一块理查德米勒成天出去装装逼也挺好的 然后不行呢是这个 我没打算买这块表 这一下你这有点强买强卖了啊 当时呢我我就囤囤囤囤说不出话来 那个我大哥呢就黄哥就说瞅你这奏性 你他哪那问问你话呢 你跟他磨磨叽叽的 你你那么着吧 你拿钱三十打不了啊 我做主了你你你你自个这这表归你了 我大哥说的呢我也没辙啊 我说那那那行吧 手表呢我就给戴手腕的什么啊 然后呢一会呢哎大哥呢跟大哥大呢又要去战斗去了啊 就就吃了点喝了点就填饱肚子啊 养精蓄胃一下又又要战斗去了 然后呢我呢就给了他们三十打不了啊 谁成想呢 等到了那个厅里头呢 大哥跟大哥大呢 就只有我这三十打不了啊 就是当时他们在没有多余的这个 这个money和塑料片了 就拿着我刚才说要把这米查德里论米查德那个 米查德米论卖给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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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打不了 就进去战斗去了啊 然后呢他们跟那战斗我就跟别人看着 我也什么话都不说了啊 我这个心里头有点不痛的 你这个大刀员我这跑一趟直接让我花一百W买块表啊 我心里有点不痛的 然后我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然后呢我这个脸色呀也不太好看 就搭了个脸扫不搭脸呢 我大哥看出来了啊 就说大哥说呢那个什么大哥呀 我跟你说那个刘大哥呀 人家名下好多公司呢啊 其中有一个租车公司啊 那什么那个法拉利啊 劳斯艾斯啊什么都有 今后你要用个车啊 说租个什么法拉利劳斯艾斯什么的 你就直接开去就完了 不要你租金就完了啊 这大哥是都心里有数啊 你帮大哥干了事呢 大哥呢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行行行行 我说那那要以后还能开开个劳斯什么的 开出壮逼也还错误啊 但是呢啊当天晚上呢 当天晚上呢就是这就是整个没过多久呢 因为在厅里他们玩的也大 我那30W没多一会儿啊就彻底黑完了啊 就黑完了啊 然后呢大哥大呢那会儿呢面色已经铁青不好看了啊 就是就是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黑了不少了 具体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呢就已经面色铁青不好看了 因为大哥大还是一大boss啊 你要说真是几百个W甚至一两千个W啊 他应该能接受得了 我就说他要黑这么多钱啊 他应该能接受得了 当时大boss已经面色铁青了 我觉得已经不少了啊 就是对于大boss来说 我估计已经伤筋动骨了啊 然后那个啊 他们呢就说回去先休息吧 说那个刘绍你也要先休息 然后另外呢 呃你那手机别关啊 到时候我们有事再叫呢 好吧 我说行吧 然后呢我就回去 他们给我弄了房间啊 因为那会儿他们说 以后莱玛房间他们就全管了啊 不用我在额外花钱啊 或者我自己找空关开了啊 就是大哥和大哥大都用他们积分给我开了 然后给我开了房间 我就在房间一躺 怎么想怎么心里不痛啊 啊 大老远能够像 我再让我花一百W给你弄块表啊 是吧 然后呢 我有一台手腕子 一看这米达德里勒 米勒呢 你说这嘴今天老嫖 这这个品牌就说不痛啊 啊 然后就就看着又一看嘛 还怎么看怎么喜欢啊 啊慢慢的心里都觉得哎 也也也行也行 这以后 是吧 我管他们借两劳子开开 手腕子弄弄弄个米 米茶点米勒 去个夜店酒吧的什么的 这多都有牌面啊 是吧 嗯 慢慢的呢 其实心里就平衡了 其实呢也是自己心里安慰自己 啊 你不平衡也没办法 其实人有些就是就是这件事 就是这样的 有些既定事实你无法改变 只能自个换个角度去看去想 让自己心里平衡了 对不对 你说你大老远 一百多个W帮人数块表 你要非得往窝火那处想 怎么想怎么窝火 但是既然表已经熟了 一百W已经给人掏了 这个事实改变不了了 你接下来呢 你只能自个哄着自个高兴了 怎么怎么心里平衡怎么想 啊 当时呢说睡觉 我也没睡着啊 到差不多呢 到早上起来十一点钟 我大哥呢 又过来电话啊 那个又说二手啊 那个你一会下来到餐厅了啊 那个我和大哥大都等着你呢 咱们一块商量点事 当时我就想能商量什么事啊 不会又让我熟什么东西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